最近一消息三土耳暴风圈已经逐渐进入了恒春半岛 屏东县明天是停班停课 目前在恒春的最近状况连线记者李雨昕 好的那么三土耳台风呢 目前在恒春镇这边的风雨状况 现在是晚上八点多的这个时间 可以看到目前这个风雨呢 其实是比较不明显的状况 不过在稍早七点多的时候 一度有风雨非常的大 但是呢就是受到整个暴风范围呢 已经接近这个恒春半岛 其实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屏东县政府呢也宣布了 明天呢屏东县呢 这边是全部的停班停课 也呼吁民众要特别留意 那么事实上呢在恒春镇这边市区 现在这边可以看到是中正路的范围 整个呢其实街道很多店家还是有开的 不过呢整个街道上面的人车都不多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转运站这边 其实里面也只有一位后车的乘客 正在等着这个客运过来 那么准备想要搭乘客运离开 那么可以看到在对面的范围呢 原本呢我们是有还有看到 有计程车在排班 不过现在呢 整个风雨比较不明显的状况呢 其实计程车排班也只剩下对象 有一台计程车在排班的状况 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三驼额台风的风雨呢 可能会比较大关心 目前在墾丁 还有这个恒春镇上 这边中正路这边 目前人潮都是相当的冷清 那么以上是我们在现场 所掌握的一个最新状况 把时间交换台北 热血炸裂 勇者无拘 中华队加油 我是兰兰 燃烧热血棒成文十二强争霸 看东森 I will show you